歡迎再回到運動Playball的現場 其實最近幾年 羅彥勳勳的成績能夠突飛猛進 他的背後的團隊給他帶來了非常大的協助 包含了他的經紀人 包含了他的家人 以及他的運動傷害防護員 那麼他們又是怎麼樣來看待 努力不懈的盧彥勳勳呢 現在就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2007年以前 盧彥勳勳一直是傷病纏身 當時他的德國教練 Dierkodov就曾說 他不明白一個年輕人 怎麼會這麼容易受傷 因此2007年中 盧彥勳勳和他現在的體能健康教練 或者在台灣俗稱的防護員 Stefan Greer 開始的長達5年的合作 如果說他是除了盧彥勳勳老婆之外 最了解盧彥勳勳身體的人 一點都不聞過 2007年最困擾彥勳勳的 就是他好像找不到解藥的背傷 雖然背傷本來就很難痊癒 但彥勳的狀況 已經讓他的生涯 面臨了非常大的威脅 也因此盧彥勳在2008年之後的風光 Stefan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分手 其實這個原因是為了解釋我五年以後 因為他在德國中 在歐勳勳勳 我以前工作了 我认为他们在工作后,他被重复了 从一个很严重的背痛 我必须说,这次我们已经在控制了 但他一直有些问题 我们有些人的体育不是为了专门 所以他们一直有些问题 我们试试得很好,在控制了 自从两人合作之后 游越勋的赛前赛后准备和保养 比以前多了很长的时间 特别是在赛后的护员疗程 更要花上共两个小时 比较前我们常常做一个温暖测试 就是短距离 然后温暖测试或温暖 然后我们做一些温暖测试 还有我们有特别的温暖试 叫做TennisFlex 然后我们做一些温暖测试 这些温暖测试 最初是吃得很快 是最后是复暖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个温暖测试 做20分钟的冷却 然后我们做一些温暖测试 所以我们放一些温暖测试 然后我们放一些温暖测试 还有一些温暖测试 温暖测试的温暖测试 然后他必须留在12分钟 去处理脖子 而完成了上述疗程之后 Stefan还要为卢彦勋 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全身按摩 让身体完全放松 也就是每天这么费工的处理 再加上卢彦勋自己非常认真 才让卢彦勋的伤势舒缓 减少了受伤的机会 整个温暖测试 他很坏的工作人员 他做了什么我告诉他 特别是测试的测试 和稳暖测试 我们做了很多 甚至我跟他不在一起 他做了他的工作非常好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可能在整个我的网球伤害过程当中 遇到几次重大的一个 比较严重的一个运动伤害 那当然 从这几次运动伤害之后 可能防务员对我的需求是 就是有争无减的 所以 并不是说我可能 常常发生运动伤害 还是怎样 只是说 有一些问题 我们就要赶快去处理 然后把 把 把这个问题处理 才不会 会长时间造成更大的一个伤害 那当然 很多事情 很多比赛上面也是因为 伤势的一个考虑 所以 往往也因为一些小伤 或怎样 你非得要 非得要退出 所以 这些东西都是有经过一个 考量或者是跟 防务员一个专业的一个咨询 最后所下的一个决定 除了防务员之外 罗悦勋的哥哥威如也辞去工作 成立一家运动管理部门公司 为罗悦勋处理在台湾的经济事务 再加上一项最支持他的妈妈 老婆 以及帮助他成长最多的Derek Hodolf 让罗悦勋没有后顾之忧 虽然没有球技上的教练随时跟着他 但仍然有一个还算完整的部队 其实我觉得 把这个 这个运动把它专业化 然后 让我并不用一个人去操心说 我应该要现在要注意什么 现在要注意 所以就变成有比较多人来 来照顾或者是来告诉我 我应该现在要怎么样做 然后取得更专业的资讯 让我 可以慢慢慢慢的 当然更容易提升我自己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 在心态上面 或者是在我的球上面 都 都有所 进步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一个团队 在选手的一个背后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过 卢彦勋迅也可明白的说 这些团队其实都需要有经费 这几年 他的成绩上升 赞助的人 越来越多 才能负担得起这一切 走入职业网球 十一年来的所有干苦 他都非常珍惜 也很感谢一路上帮助过他的贵人 也很感谢一路上帮助过他的贵人 不过谈到最现实的问题 就是能不能在奥运夺排 史杰凡说 鲁迅勋是ATP最努力的球员之一 而且 他的观察 他认为鲁迅勋的成绩 应该还会更好 至于奥运夺排与否 史杰凡说 没有不可能 我说 在就ottle词的时候 你得购买了فس他们 得比较乎落地 你身体有标签 然后 你要创造买这个印象 意味到哪里 为战斍 不得很容易 如果上面有任何准备 的东西 沙志尔摩亚 从澳ates detachard 什么 咱现在 表面 看到不定 我认为他能赢这些人 我认为他能够准备好 他能够准备好 网球不是台湾的强项 但连续两届奥运 台湾都有球员被寄予厚望 他们的努力我们都看到了 现在就让大家一起集气 为两位网球希望加油 同时也希望他们能有两只好先 在今年伦敦奥运的草地上 挑战最艰难的任务 让活人他们为柔 看完了卢彦勋跟谢淑薇呢 非常辛苦的训练过程之后呢 现在也希望他们的努力 能够有所回报 在今天的伦敦奥运 较出好成绩为国争光咯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运动playbar了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宏志伟 在这边先跟你说一声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